原生福源秋季法会 庄严树木结合公寓 来帮助社福团体 投层百合林园新增加塔位 8月20号开放申请 环保志工竞赛 分主冠军参加全国比赛 宜兰市长辈歌唱比赛初选 残酷舞台争取进入决赛 无辱而不自得 扬来光稀化创作个人展览 由今天来开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新闻开始带你来看的是 县府今天在圆山福源 举办秋季祈福法会 现场还有联合圈牧基金会 和社福团体 涉摊爱心义脉 并推动金纸钱集中焚烧 减少空气污染 县长林子妙也表示说 非常肯定这种结合公益 和环保的法会 传统的福源秋季法会 除了法师送金祈福 就是民众准备贡计败先人 表达追思之意 但几年前开始 法会不但结合公益 更要落实环保 除了有社福团体 涉摊意卖帮助弱势 也推广金纸钱集中焚烧 响应减碳 所以参与的民众都觉得 这样的法会很有意义 现场更是肯定鼓励 跟支持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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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笑心 感谢你们的好爱 是什么好事 我很好吃 对 感谢 谢谢 这个馒头要打好吗 对 感谢 谢谢 我觉得结合这个活动很好 对 就是刚好这个秋季法会 刚好定在这个8月10号 那我们这个县民可以今天这样 一大早就来拜我们自己的亲人 这样很好 对 重点是有结合这个公益活动 结合这个公益活动不管是捐官 还是卫生局办的器官捐赠 或是他们社府团体来这边宣导 其实都很好 让民众多了解我们宜蘭县的一些 社会福利的一些各项的活动 就是要拿去那拜拜 都做爱心 好 一方面做爱心 一方面对于我们的社会人的尊敬 社会更加慕快 更加团结 所以今天古板这个法会的意义非常重待 而且我们的金座 我们也可以现在有到我们的宣布 所以我们的金座都集中的 可以说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粉化炉来烧 我们的粉化炉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尾巴都会把它蒸 蒸好 可以说对我们的社会人的尊敬 也感谢我们这些守望相助队 可以都来帮忙 可以今天古板地的804的这个 这项结合宗教公益环保的法会能够顺利举办 都是许多人奉献心力所成就的 所以现场林芝庙也针对开城市 联合全部基金会 以及交通苏塔的湖东守望相助队 班状来感谢 宜然新闻记者张力霖采访报导 因应现代化对纳古塔的需求 投城政公所在百合陵园 再度赤资了1700多万元 增设了2909个柜位 不但有个人和夫妻的塔位 还有分为宗教信仰 预计在8月20号要开放等纪 来中原普度的民众都表示说 百合陵园的环境相当的不错 以后离四也想要安逢在这里 投城政长曹全顺表示 百合陵园背山灭海环境清幽 加上近年来土葬越来越少 相对纳古塔位逐渐被大众接受 所以公所特别在增设2900多个塔位 除了分别为个人跟夫妻之外 还有针对宗教信仰来分割 这就是夫妻啦 你看可以这样做 这也很多人都以国最买 太多了以国最买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古年 这就代表为 这个积极1776万 来完成到了 20009909位 这个纳古塔跟纳古柜 这个我们这次的这个东西 不管在那个材财物 不管在这个外观 都有进步同样的地方 而且品质更好 对于新式塔位的规划 以及林员本身优质的环境 让不少参观的民众表示 已经决定以后来入住 這個地方的設計跟別宗一樣 不是我們大樓的事業一般 跟別宗 我們爸爸媽媽他們一生的願望就是希望住別宗 生前我沒有靈略讓他們住別宗 現在有這個機會 頭上有這個德政 我就把他們甩回來住別宗 我們爸爸 現在動作的請來請 這裡住60年 你在地就要住在地 對啦 有苦慮我們女兒去加苦慮 苦慮就是說要買 你自己有買嗎 有啦有買 買嗎 要來這裡住沒關係 好 吃得很好 公所表示塔威價格依照個人夫妻還有大小來設定價格 而非正名的價位則是兩倍 預定8月20號開放申請抽籤登記 有需求的民眾可以向偷成公所 來洽詢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為了參加全國環保志工群營會 環保局今天率先來舉辦線內的淘汰賽 總共有16隊環保志工隊來參加 每一組的冠軍將要代表宜蘭參加10月份的全國比賽 而其中在環保保衛戰當中 羅東環保中隊幸運來過關了 拿下了分組的第一 透過鏡頭來看看比賽熱鬧的場面 環保局表示 來自線內16支環保志工隊 分組參加四項賽事 包括啦啦隊 金頭腦問答 環保保衛戰 以及支援分類王 要選出美組的第一名代表宜蘭參加全國 尤其現場肯定志工平時對環保工作的辛苦 還能挑戰賽事 精神令人感佩 他是以我們資源回收的物品做成他的一個特殊的一個對付 以及參與有環保內涵的這個歡呼其激情的一個表演 環保金頭腦是以我們一般的環保知識以及實事這個環保實事的相關議題做為題目 來由每個隊來一個隊十個人來參與比賽 那以答對最多的內隊為第一名 環境保衛戰也是依我們相關的環保議題 優先連線者內隊為勝者 資源回收分類王大致上可分為 垃圾以及資源回收品跟廚餘三大項 環保志工環保義工都是做公議的 還這麼的熱衷 這可以說電機以來對著我們二人關的環境來保護 非常的不簡單 今天這個環保志工的比賽 除了水環境的比賽 而且環保還有資源回收垃圾分類減量 都做得很好 今天比賽第一名代表我們二人關 出去比賽為宜蘭來爭光 其中宜蘭市在羅東鎮的保衛戰部分作為精彩 答對題目就能在十六公格貼標籤一個 一連線就能勝利 結果宜蘭市明明可以連線 卻出了錯誤 反倒讓羅東來勝出 一場戰平第二場只是大勝 幸運的獲得這組冠軍 這可能跟政長胡秋林親自坐鎮有關 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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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里也相当热闹 这是2019年市长辈歌唱比赛 总共有4组320人报名参加 今天进行出赛 参加者盛装打扮秀出练习的成果 能不能晋级决赛就看这一次的表现 穿上华丽服装站上舞台展现自信 歌唱比赛比的不只是歌唱技巧还有台风 能不能晋级决赛 初代的表现就是关键 喜欢唱歌心情快乐 借由唱歌成长不少 最主要是让自己的心情更开阔 所见的事物好像也更能够清晰化 更明朗化 心情整个很轻松很快乐 市长辈歌唱大赛分为青年组 壮年组传青AB两组 总共320人报名参加 报名相当踊跃功不应求 我们报的这个背棋啊 这个也没有挤上去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壮年组啊 已经有100个受理报名的名额 还是不够 这个长青组也是说 这个名额不够啊 所以林主席在这边 我们就承诺明年啊 名额会再增加 就听到很好的听到歌 很感动的 知道说我们 以前是有很多都很厉害唱歌的 其实我们承认这个美食已经承认了几十几次了 也发现很多很多很厉害唱歌的 也有现在去做判斥也有 当然对自己的判断啦 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边很故意挂须 都抽到新来中的第一名 初选将选出136人 可以参加8月24和25号两天的决赛 挑战歌王歌后宝座 还能报回2万元的冠军奖金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导 而这是为了提倡国语文和母语的能力 书奥镇公所在书奥国小 办理了108年度书奥镇的语文竞赛的活动 总共有57位同学来参加比赛 曾继优异的选手还会代表书奥镇 来参加县的比赛为正来争取光荣 108年度书奥镇语文竞赛活动 共有来自全镇六所小学 临选优秀的选手 共有57位同学来参与比赛 参赛的主别有国语演说 闽南语演说 国语朗读 闽南语朗读 作文写字 字音字形等八项竞争激烈 而在颁奖典礼上 政长李明哲还特别亲自出席来颁奖鼓励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国语跟闽南语的这样的竞赛 有演讲有朗读嘛 然后作文写字字音字形 我想这个可以增加我们在多元学许 这个方面的一个扩展 那特别是我想 透过这个语言竞赛 可以培养学生喜爱阅读的习惯 我想阅读一定是你一辈子最好的礼物 带着它走 带着陪着你的生命往前行 很多地方 我们双脚可以到的地方 我们就过去 但是很多地方我们没办法用双脚走到的地方 我们可以透过阅读 去神流所有的地方 这次的竞赛成绩 优异的选手将代表苏澳镇来参加线赛 为镇来争光 其中获得闽南语演说第一名的胡乔英 对闽南语特别有兴趣 期望将这项母语来传承发扬 因为讲台语 因为现在的台语课就是一个礼拜一节 而且又没有考试 所以现在比较少学生会讲台语 我就想来挑战看看 看能不能就是 看能不能就是 就是让台语这个文化 就是有更多人参加 让更多人愿意学习 我一直同时爱的宝宝 带着去出来的 啊 脑也是听 不过因为甜甜凉凉 很好吃啊 一手手点疼我就煮到 一趟小小小慢慢吃了 吃完后我感觉身体较有体力 然后也好心情无限听了 平常在家里面 阿嬷跟家里面的人都会跟她说台语 对啊 她也很喜欢看台语的 那个戏说台语 都会学习啊 对 她觉得她得第一名她很开心 可以参加线赛这样子 对 比赛总有胜负啦 但是不管怎么样各位都是学校最优秀的 才有办法今天来这里比赛 而且比赛优秀的还要代表书号镇 去参加全线的竞赛 所以我在这边勤勉各位 多培养阅读的好习惯 我虽然现在已经老化了 我大家也在看起来啦 所以我觉得阅读是我们真的一辈子 一辈子最好的朋友 苏澳政长林明哲表示 希望各校积极来推动阅读风气 以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公所也在苏澳的社福大楼 苏澳国中 南安国中以及朝阳 苏北 白米等三个社区活动中心 开设社区阅读中心 希望结合学校 社区以及公所的资源 倡导全民爱书看书 乐于阅读的好习惯 进而增加语文能力 以及文学素养 宜兰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 苏澳政公所今年以苏澳冷泉季 来作为主轴 推出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除了最受欢迎的泼水采接 还有七星陵的践行活动 以及冷泉路跑篮球比赛 炒地音乐会 还有海风情人节等等 今年更推出了纪念款的毛巾 没想到说意外造成了抢购的热潮 人生短短几个秋 不泡冷泉不罢休 听起来是不是搭上了什么旋律呢 妈祖叫我泡冷泉 是不是又想起了哪位企业家 这边也配合 我们南方的妈祖庙 我想这个妈祖庙 是我们妈祖使我们守地区 就非常知名的 有金妈祖 三五麻祖 玉麻祖 那我们这个毛巾 其实现在非常非常的受到 这询问度非常高 非常多人喜欢 这是我们苏澳公所的 一些年轻的观光所 他们设计出来的 我们麻祖给我来泡脸座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 不管是音乐还是宗教信仰 都因为牵扯政治而爆红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也达到宣传效果 苏澳政公所套用模式在冷泉上 推出了两款纪念毛巾 没想到意外造成抢购热潮 询问度非常非常高 而且现在供不应求 希望大家赶快 有兴趣的到我们公所 来这些洽巡 苏澳冷泉新园区启用 陆续规划草地音乐艺术节 海风情人节等活动 并现场贩售纪念毛巾 场场热销 为方便大家购买 还特地开放周一到周五的时间 到政公所的观光所也可以买得到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放报道 扩大反暴力的层面 县府社会处和立新社会福利基金会 特别举办了人人反暴力 家家好生活的宣导活动 将防治范围从家庭延伸到学校还有职场 甚至连言语霸凌也是防治内的内容之一 期盼营造一个祥和的社会 这场反暴力活动 除了有许多法令尝试的宣导 以及爱心义脉 主办的立新社福基金会 更邀请单位团体 带来精彩节目 为现场增添热闹气氛 这是由县府跟立新基金会 举办了人人反暴力 家家好生活活动 主要是希望扩大反暴力的范围 从家庭学校到职场 都是防治的地方 而参与的民众表示 真的很有收获 暴力可能就只想要肢体的暴力而已 对对对 那现在其实性暴力也是 然后言语的暴力 精神的暴力也是这样 不是只有肢体的部分而已 那如果发生暴力 除了打113之外 我今天还知道 可以再打110就紧急的时候 其实很高兴立新基金会 今年能够承办 宜兰县今年的家暴月的活动 其实我们从6月开始 就在宜兰的各地方 就开始到处去宣导 反家庭暴力的一个事情 希望民众呢 都能很重视这个问题 然后周遭的人 都可以更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然后有受暴的话 可以勇敢的求助 比如说在我们家庭 社区 学校 公家机关 我们都希望呢 可以大家可以豪海团队 所以反暴力很重要 暴力资金 让我们家庭可以 没有温馨 没有温馨 所以主要呢 看到反暴力的行为 就是我们要勇敢的 可以向有关机关 比如说我们的立新基金会 我们结合了社会的力量 这样呢 可以让我们的伤害整到最低 有时候言语上 或者是工作上的 同事之间的这种霸凌言语有产生 所以呢 不只是女生会容易受到这个暴力的影响 相对的现在的男性 或者是说一些青少年 他出门工作之后呢 也会受到上级长官啦 或者是同事之间感受到一种不开心 那这时候呢 我们都应该要寻求正确的管道 那跟大家一起共同宣导 如果民众发生或是发现有任何暴力行为 除了可以拨打110向警方求助 还有113专线也能24小时随时通报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 接着要告诉你一个展览的消息 现任是书澳国中的校长杨乃光 本身就喜欢旅行 也特别钻研西画的创作 在生活还有旅行当中 每个画面都是他创作的素材 他也表示说 他对画画起步较晚 但很认真在学习 今天也在宜兰酒厂的红路艺朗来开展 展期一直到9月1号 欢迎民众来欣赏 撇开忙碌的教育工作 也能开创另一种艺术生活 苏澳国中校长杨乃光 喜爱透过旅行的方式来画画 长玉可以是在路边 可以是在车上 在自由自在的旅途中 画出一幅幅的画作 这次也在宜兰酒厂的红路艺朗 举办名为游的各展 展出了印度 摩洛哥 新疆 土耳其等 不同主题的画作 这一次的展出的主题叫油 它基本上这个创作的意向有三个 三成的意义 第一个是表征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油 就是我这两年 在这个摩洛哥 在土耳其跟印度的一个旅游作品的一个心得 第二层次的油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因为担任这个校长的行政工作 其实平常公务也很繁忙 限制也蛮多的 但是希望在这个心灵层次上 它是可以达到一个自由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就引用装置的逍遥游的一个心理 也就是象征在这个外在的一个繁忙之余 我们在内心的一个部分 有一个自由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特征 那么第三个层次的油呢 我们是在借由旅游穿越很多的时区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不同时区的人们的生活 其实每个时区都有时差 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快跟慢这件事情 所有的时间其实都是相对的 也不需要做比较 人与人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 所以在这个创作的历程 我们虽然起步也比人家晚 但是我们认为呢 我们也能够鼓励更多的朋友 一起来参与 假如你有兴趣而且你有心 随时都可以创作 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 创作影像就是那么一瞬间 《洋乃光西化创作各展》 今天举办了开幕茶会 同时也将台铁庆祝宜兰县铁路通车一百周年 赴使上路的蒸汽火车画作 赠送给苏澳火车站做永久收藏 那么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特别提到 这一次的创作主题 有一幅是我目前在苏澳服务 以苏澳车站百年通车 作为的一个主题背景 那么今天也要藉由这个画展 来做一个捐赠的仪式 那我们也邀请到苏澳站的站长 我们要希望把这一幅 属于苏澳的画作 留在苏澳车站 未来也会挂在苏澳车站的大厅里面 来让更多的苏澳民众 来欣赏这幅画作 杨乃光的西化各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辛苦筹备顺利开展 展期到9月1号为止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昨天晚上有一名男子 疑似前往苏澳港的南堤来跳鱼 但因为现场风浪很大 不胜失足弱害 经过确认之后 该敏男子是罗东分局的理性侦察座 消防局收救一直到凌晨一点多都没有找到 后续也交由苏澳港务分局的消防队来处理 权力在收救当中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 明天西南风偏强 台湾中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战震雨或是雷雨 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尤其是三区是有局部好雨发生的几率 而大台北和东北部地区是有37度左右的高温 民众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接下来关心的是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宜然地区是晴始多云的天气情况 降与几率是10% 气温是28度到36度之间 接下来关心的运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兰夏如 感谢你收看 祝福你一切平安顺心 假期愉快 我明天投机间再会